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225是一种具有重要用途的高价值元素 但其产量却少得可怜 全世界满打满算 一年下来也只有大约2.5距离 其中光中国的需求量就不低于1.14距离 而且这个数字还有逐年上涨的趋势 换句话来说 仅中国一国的R225需求 就几乎相当于全球总量的一半 R225的价格极其昂贵 因为中国不具备自产R225的能力 所以中国所需的R225几乎都是进口的 在过去中国每年都要为此支付几十 甚至是数百亿欧元的高昂成本 才能从国外采购到不足一居里的R225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中国科学家已经成功研制出了一种R225智取设备 这套设备与目前国际上主流的散式分离设备不同 散式分离设备的缺陷非常明显 因为它使用的是盲筛式的分裂方法 要用400个元素的材料才能合成出不到5个微距离的R225 相比之下 中国科学家则是直接利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究装置 提供的树瘤轰击金属毒把 此举优化了以往萃取R225的化学分离纯化流程 使得整个分离萃取过程更加高效 这种技术并不是中国人率先想出来的 过去在国际上其实也有人探讨过 不过由于国际资本公司的惰性 所以没人愿意冒这个险 中国的后来居上使得它打破了以往的国际垄断 首次有望在R225这块实现自给自足 和以往的智取技术相比 中国的新技术可以使得萃取出来的R225的放射性纯度 达到94.7% 这一数字超越了国际水平的90.11% 另外中国的智取还可以往复循环高效使用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优势 据了解目前中国通过两次实验 已经智取出了13.5微距离的R225 如果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开来成品化生产 那么中国今后将有望凭一己之力便生产出每年1.5G里的R225 这个产能相当于现有R225世界产能的60%左右 换句话来说中国的这项技术突破不仅使得中国自产的R225能够满足国内需求 并且还有余力对外出口 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呢 美欧的一些制药公司就是靠卖这个东西中饭吃的 现在这项技术让中国人掌握了 他们的好日子可能就快过到头了 距离关门大吉为时不远了 我认为欧洲人应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 面对日渐壮大的中国科技力量 欧洲却还是在原来的那个地方磨磨蹭蹭不思进取 溺水行舟不进则退 欧洲人该行航了 看看人家中国人吧 瞧瞧人家人家一天到晚都在忙着推陈出新 搞得现在很多尖端科技都掌握在了中国的手里 要是形势再照这样发展下去 这欧罗巴恐怕就要完了 行行吧 现在的美欧已经没有资格再跟中国扯什么 我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你们中国讲话 中国才是那个强者 不要再抱有以卵基石的幻想 我由衷希望欧洲可以马上转变态度 跟中国展开紧密合作 我就着相关信息在网上查了一下 没有找到这篇欧洲人写的博客的出处 我又拜托我朋友圈里的其他同志和朋友帮忙找了一下 还是无果 有鉴于此 对于欧洲人写的博客这个说法 我这里暂且先打上一个问号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出自一个欧洲人的手里 但是这篇文章里头的大多数数据和援引的很多说法都是靠谱的 这一点从我考证它的过程中找到的其他文献资料就可以作证 首先一个是科技日报在今年2月初发布的一篇文章 国产装置成功制备一用同位素R225 这篇文章里头有几段话是这么说的 2024年1月31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获悉 该所核化学士研究员勤之团队 利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究装置提供的数流轰击金属毒把 并用自主研制的自动化分离设备成功制备一用同位素R25 团队已为相关成果申请了一项发明专利 并且成功获得了授权 国际上用于临床研究或药物合成用的R225存位素 主要用堵R29衰变产生 每年产量不足2.5距离 而我国的R225全部注意 没有几乎是全部依赖进口 传统智取R225的办法存在很大局限性 情职团队对此进行了改进 改进后的新智取技术不仅高效 而且可重复批量化分离纯化 还成功避免了高剂量放射性对手动操作人员的潜在风险 实验表明群职团队的新智取技术及工艺流程 可有效剔除萃取过程中的其他杂志 使得R225的产品的放射性纯度达到94.7% 经过两次实验 群职团队共分离出了大约13.5微距离的R225所谓距离 这个计量单位源自波兰著名的女科学家 它是一个衡量放射性活度的单位 1距离等于3.7乘以10的10次方衰变每秒 1距离等于10的3次方毫距离 或等于10的6次方微距离 根据我这边在网上查到的资料 R225的提取方法其实有很多种 除了上面的堵声阿之外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雷声阿 也就是利用回旋加速器从雷226中萃取R225 雷226是放射性元素雷的一种同位素 也是雷的诸多放射性元素中最稳定的一种 因此常被用于协助各种科学实验 因为R225是雷226中萃取出来的 所以R225的价格和雷226一般是呈正相关的 按照网上的相关数据 雷226的国际价格约为每克25万至30万美元 因为R225的产量过于稀少 所以一般不用我们平常使用的重量单位来衡量 科学界通常会用居里这个单位来指代其年产量 如果以豪居里的单位来计算 R225曾经创下过每豪居里100万美元的价格极值 也正因此它也被称之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元素之一 地球上最为稀有的药物 因为R225的身价实在是高得过于离谱 所以我们都不能用金贵这个词来形容它了 那要反而显得跌分 应该说是阿贵才对 二总有勾扫 如果将我国每年对于R225的需求量高达1.14距离 将这1.14距离的R225按每豪距离100万美元的单价来换算 那么我们每年光是花在买R225上的钱 可能就得高达数百亿美元 这个换算比可比半导体大客机或光客机什么的夸张多了 为什么我们总说半导体和生物制药 是目前西方列强在制造业领域相对我们优势最大的两项呢 为什么医生这个行业和制药公司在西方可以横着走呢 其中有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东西是真正字面意识上的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你只要能稍微产出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有时候可能也足以改变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缘政治小气候 据了解目前R225的供应非常紧张 全球年均产量每年大约1.8距离到2.5距离之间 主要依赖美国橡树领国家实验室等少数几个单位生产 在2024年之前 中国在R225智取领域仍属空白只能依赖进口 而R225价格之所以高得如此离谱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便是它是目前人类已知的 可用于治疗癌症的最好药物之一 虽然是一种放射性元素 但是R225的伴随期仅有10天左右 R225会发射α粒子射线 其线性能量传递比β射线要少 α粒子射线可以更准确的击中癌细胞 对健康细胞伤害很小 尽管如此 当R225进行衰变时 仍然会产生有毒的同位素方221和B213 这两种元素会在人体的肝脏肾脏和脾脏中不断累积 久而久之也会造成不小的副作用 不过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现在已经有科学家找到了减轻R225副作用的手段 据科技日报此前报道 2021年9月 俄罗斯托姆斯克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 为R开发出了一种特殊的聚合物 蛋白质纳米胶囊 它可以有效保护人体免受有毒的R衰变产物的侵害 报道称患者在服用了包裹着R225的纳米胶囊之后 R225至少可以在患者体内稳定保持两周左右 药效稳定性比同类产品高出70%至80% 而且动物实验表明通过这种方式 受入的R225其衰变毒物 在动物肾脏中的积累不会超过总量的5% 如果换成现有的其他化疗药物 其积累量则可能高达30%至50%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探讨的问题 不管那篇文章是不是一个欧洲人写 最起码文章里头的很多东西确实是有谱的 我们在智取R225这块的确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而且一旦这种技术在国内推广开来 那是一定会对美欧现有的医药行业造成巨大冲击的 其实不光R225 最近有关注国内科技新闻的同志和朋友应该都知道 咱们国家在另一种高价值同位素 也就是碳14的这曲上同样也取得了可喜的革命性成果 据新华社4月21日报道 当天完成浮罩的碳14把剑 从中和集团旗下中国核电投资控股的 秦山核电重水堆机组中成功抽出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核电商用堆批量生产碳14同位素 此前我国碳14同位素工艺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利用商用重水堆浮罩生产碳14是秦山核电同位素生产基地建设的首个应用同位素项目 据秦山核电相关负责人说 此后预计我们每年可以生产150G里左右的碳14同位素 完全可以满足我国市场需求 碳14是碳元素的一种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 可以作为市中纪用来推断出古代物件的年代 同时也广泛应用于农业化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 具有极高的医用价值和科研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新华社这篇报道 还被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官网给转载了 别看这篇报道的篇幅只有区区几百来字 但是字字重若千军 什么叫做字少是大 这就叫字少是大 说来有趣的是 在出本期内容的过程中 就这重离子加速器这个关键词 我在忙找的过程中 居然还找到了我家这边来了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 2022年9月被誉为国之重器 十二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 两大重量级装置 加速器驱动善变研究装置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正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 仁平半岛加紧建设 加速器驱动善变研究装置 是长寿命核废料的安全处理装置 该装置可以利用散裂中子善变核废料 大幅降低核废料放射性寿命 具有安全性高和善变能力强的特点 是安全处理核废料的最佳手段之一 该装置建成之后将满足我国长寿命高放核反应堆 废料安全妥善处理处置的研究需求 为我国核能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为未来商用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 探索和验证可行优化的技术路线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则是一台多学科用途的重离子科学研究装置 该装置主要用于研究原子核的存在极限 核结构新现象和新规律 宇宙中重元素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 依托这个强大的实验平台 我国将有望在元素合成 宇宙起源和物质演化等基础物理研究方面 取得重大发现 该装置建成之后 将成为国际上脉冲数流强度最高的 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听不懂 听不懂没关系 我也听不懂 我们知道这俩装置 就是那种我得个乖乖的大宝贝就行了 我要是不出这么期节目 还不知道 我们惠州原来整了这么个大活 而且我这个本地居民居然还不知道 不行 这不能忍 我必须借着出这期节目的机会 好好宣传宣传 做好事哪能不留名啊 是吧 惠州市政府和中科院的同志们 赶紧出来挨夸 不光是惠州 这一波我要夸的 还有咱们的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 据中国能源报今年1月报道 1月30日由中和集团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研制的 全球功率最高溶液型 一用同位素堆 在四川乐山市夹江开建 该医用同位素堆建设周期42个月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产 是中和集团打造中国 医用同位素及药物的新国家名片 该堆建成后 初期将解决部分国内紧缺同位素及药物需求 中期基本满足国内需求 实现数种新型医用同位素国产化 长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彻底解决国内医用同位素紧缺和合医学发展的难题 成为全球医用同位素及药物的重要供应基地 减少急患痛苦造福人民群众 将国内医用同位素药品价格降下来 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 目前我国医用同位素研发 主要依靠工程研究堆 但由于其还肩负着其他任务 生产医用同位素的能力有限 与此同时 我国医用同位素及其化合物的市场需求量 正以每年25%到30%的幅度增长 反应堆极为有限的生产规模 根本无力满足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 近年来 核动力院先后启动了医疗上常用的 十余种同位素的创新研发 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2021年由核动力院牵头的 医用同位素及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正式获批 这也是国家发改委唯一批复的 同位素及药物领域工程研究中心 据了解医用同位素堆投运后将实现年产目99.131 医用同位素分别10万距离和2万距离的年生产能力 超过了目前国内的需求量 一举将我国从进口国扭转为出口国 也能让国内患者享受更稳定低价的核医学服务 几里咕噜的说了这么大半天 现在终于扣回我开头埋下的那个伏笔了 这话是包祖婆冲着情谋二人组 以及在背后缩使他们的斧头方恶霸 用了施火工的内力吼出来的 而且是在猪龙城寨的街坊邻居 被恶霸们给逼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迫于无奈才吼出来的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国家现在在很多领域 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所面临的国际处境 华为中芯国际 长江存储 大江 海康威视 海能达 摩尔县城 所有这些因为种种狗屁倒造的原因 而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所威逼 胁迫和制裁的中国企业 他们就是苦力强 是裁缝店师傅 是早点贪老板 而美国及其盟友呢 他们就是斧头帮 还有斧头帮从江湖上雇来的杀手 那么谁是包租空和包租婆呢 我们的党和政府 虽然他们平时总是表现得很严厉 但实际上整个捉笼城寨 都是得益于他们的强大和隐忍 所以才能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净土 包租公和包租婆的功夫过于厉害 所以平时轻易不会出手 一旦出手 江湖必定为之变色 斧头帮的恶霸们这次是犯了大忌 他们不知道他们招惹的是谁 操不就是个扛包袱的苦力 缝衣服的娘娘腔 卖油条豆浆的秃顶怂逼中年吗 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斧头帮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要枪有枪 还怕弄不死你们这几个土丸 但是他们错了 他们犯下的是一个极其严重的 甚至有可能致命的错误 诸龙城寨里的72家访客 每一个看着都不过是贫贫烦烦的劳苦大众 可实际上个个身怀绝技 像苦力强这么厉害的角色 诸龙城寨里还有71个 而且他还不是最能打的 同理中国那么多企业 虽然看起来个个不怎么出名 没法和苹果谷歌英伟达之流相提并论 但实际上也是身怀绝技 华为算什么 只不过是孙悟空身上的一根红毛而已 像华为这么厉害的角色 我们的诸龙城寨里多得连数都数不过来 而且华为也未必就是最能打的那个 包租婆吼出来的那一声 不仅仅是对斧头帮众恶的奉劝 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警告 不要对我们赶尽杀绝 我真的很害怕 不是怕你们把我们赶尽杀绝 而是你们把我们给惹毛了 我们露不住火了 把你们赶尽杀绝 当年丁仲理院士 在访谈中反问柴静的那句话 是怎么说的来着 稍加修改 我觉得用在这里其实也很合适 怎么只有你们斧头帮 那群烂仔的面子才重要 我们诸龙城寨的老百姓的命 就不是命了吗 你们这群王八蛋就是欠收拾 不被施虎公猴两嫂子脑子都不清醒 一个R225算什么 来嘛 继续把我们猪龙城寨的72家房客 往死路上逼 我也很好奇 我们被逼到极限之后 到底能爆发出多大的钱能来 包租公和包租婆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看过功夫的都知道他们还不是整部电影里最能打的 听说华盛顿斧头帮的坤哥最近很恼火 想要把江湖上排名第一的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找过来 说是要收拾我们猪龙城寨 行啊 那就来呗 如果事态真要闹到那个份上 我想应该也不用包租公包租婆出手了 歇着吧 都受伤了 就别抽烟了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那个终于觉醒了的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就好 而那个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 它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熟悉的名字 人民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